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11月18号 本期话题我们回答一些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 为什么疫情期间经济环节那么差 房地产可是一直涨不停呢 这个问题是问的最多的 目前因为我带着客人去看房 或者是帮他们卖房经常问这些问题 经济环境差 房子为什么还在涨 很多人觉得不可理解 这个事情我从三个方面去解释一下 大家就清楚了 第一个就是疫情期间居家办公的人很多 大家都需要更大的一个居住空间 因为要腾出一部分来做办公室 这就是为什么说独立房目前成了新宠 因为需求量激增 住公寓的话可能在家里办公 大家都在家 楼上一走动都会有声音的 所能优舍对你构成了一定的干扰 所以独立房或者是唐奥斯成了目前的新宠 第二个因素就是利率以历史低位 尽管经济活动的减少 导致了经济领域的不景气 但是人们经不起这个超低利率的诱惑 划算的生意不要白不要 那么在购房这件事情上 只要有能力大家就上 没有能力创造能力也要上 总要拿到这个低的利率 第三个因素就是最关键的一点了 这个疫情期间经济受到重创 没错 那么政府也在不停的去印钞 给大家发钱发钱发钱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政府也知道它的可怕的后果 去引起通胀 但是政府真的的动营是可以理解的 是为了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的考量 为什么这么说呢 疫情期间经济持续的恶化 引起的链锁反应 如果说多米诺骨牌一旦推倒的话 那么国家就会雪上加霜 大比例的人丢了工作 供不起房贷 那么银行又存在着大量回收房屋的一种现象 金融危机也就真的来了 人们的苦日子也就开始了 所以政府不惜一切代价要拖起这个房市 有它政府的一个难言之隐 他知不知道这房地产一涨就开始有泡沫呢 政府一定会一定是知道的 有适当的泡沫呢 总比金融危机要好一些 因为大家都在动起来嘛 房地产有买有卖 那么与房地产相关的领域呢 也在活络起来 这样的话经济呢就适当的会拉动一些 不至于死水一谈 大家都等着和喜北风走 不是个事儿 其次呢大家经常问起的呢 还有一个话题就是房地产可以追涨吗 房地产已经涨了一段时间了 我可以去追吗 对啊很多人呢在问这个问题 那么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想从一个大家都常去投资的一个 两个交易系统来去看 你是做左侧交易呢 还是做右侧交易 在我看来左侧交易和右侧交易呢 都是可以挣钱的 不管是你左侧进场 还是右侧进场 房地产呢 大概率会实现增值和保值 这不是我信口资黄啊 近百年来的历史数据统计看的话 它是这个样子 下跌过程中呢 不言底 你不知道底在哪 你猜对了也是蒙上的 但是呢 不影响进行左侧交易 上涨的时候呢 不言顶 但是不影响你进行右侧交易 所谓的右侧交易呢 实际上就是追涨行为 因为取市一旦成立之后 他往往要走一段时间 不是马然而止 因为他有任何的事物 大家都知道 宇宙中任何的事物 都有这种惯性 不追涨看着他涨 往往会忍不住去进场的时候 往往会操待三点 该出手势就出手呢 也是有他的自己的道理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像现在这个市场 150万以下的独立房 出一个走一个 供不应求的 所以的话呢 你不经常看着它涨 等着它盼着它再跌回来 有没有可能 可能性有 但是不会很大 因为经济形势 到了现在这个状态之后呢 利率一降再降 即使利率反弹也是微弱的 因为经济形势 这个样子的话 即使2021年的春天疫情过去 政府也会要扶上马送一程 大家常问的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二次看房利于弊 这是我经常碰到的一些客人 他看完房子 一套房子之后呢 比较中意 然后呢 又拿遍的主意 回去问问家人 回来之后呢 又看第二次 甚至看第三次 然后再下offer 这种情况可不可以呢 这种情况完全是可以的 理论上讲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一卖二看三通过的 这种做事方式 是比较谨慎妥贴的 但是 这里有一个问题啊 如果你要是去 不停地去看房子 然后再出offer的情况下 这个卖家 他是知道的 卖家一旦知道了 这个信号之后呢 可想而知 他在脑子里 就形成一个固化的印象 就是这个人 要吃定这个房子了 价格的谈判 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所以不建议大家 看第二次 看第三次 如果相中的话 第一次就把它看得完整一些 如果看得完整一些呢 这里顺便说一下 就是看房的时候呢 不要走马观花 看他室内的装饰 就是好或坏 去吸引你的眼球 因为那些东西设计出来 就是为了吸引眼球 掩盖房子的一些弱象的 我们作为经济人去看的时候呢 主要是看一些重点 看一些要素 房子呢 通常有三大要素 第一个 它的结构 结构好的房子呢 谁都喜欢 通常是利用率比较高的 就是它的空间的利用率比较高 设计比较合理 第二个呢 就是风水方面有什么计会没有 第三个要素呢 就是要看室内是否进行大的装修 今天就讲的呢 就这些